多乐故事 佩琪和她的家人开车去山上兜风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呀 还没到呢 佩琪 哦 来玩个游戏吧 想到我们最喜欢的颜色就喊出来 好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我最喜欢的是橙色 我的是红色 乔治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呀 红色 蓝色 乔治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说着说着 佩琪一家就来到了山上 我们到了山顶之后 风景一定很美 我们到了 太好了 看这明媚的阳光 蓝人的颜色 哦 糟糕 突然下雨了 美丽的颜色到哪里去了 嗯 还好 还好 雨下了一会儿就停了 那儿的颜色不错 这里是长颈鹿妹妹的冰淇淋店 你好呀 长颈鹿妹妹 你好啊 猪爸爸 给我四个冰淇淋 那么你要什么口味的呢 嗯 破荷 橙子 草莓 啊 对了 还有蓝莓味的 谢谢啊 好的 嘿嘿嘿 看我买来了什么 哇 是冰淇淋 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 说的没错 我的是绿色 我的是橙色 我的是草莓味红色的 还有乔治的是 蓝色 嘿嘿嘿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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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呐 太阳出来了 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出来了 哦 是 是彩虹 哦 彩虹 彩虹 佩奇和乔治都喜欢彩虹 我们能够在下着雨的天气 还有太阳的情况下 看到这样的彩虹 哦 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在上面 没错 有红色 橙色 以及绿色 还有蓝色 哈哈哈哈 那你们知道 在彩虹的尾巴上 能看到什么吗 不知道 可以找到宝藏哦 哦 那我们可以去找宝藏吗 就现在 好的 彩虹的尾巴 看起来好像就在下一个山顶上 我们走吧 我们到了 哦 我们的彩虹去哪儿了 它跑到下一个山坡去了 真是调皮的彩虹 快 我们快去追它 啊 雨已经停了 彩虹已经消失了 嗯 呵呵呵呵 别担心 乔治 说不定彩虹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藏呢 诶 快看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呢 你找到彩虹的宝藏了吗 嗯 是的 我好像找到了 娜娜 找到了 嗯 哈哈 我发现了 这是一个大大的泥坑 嗯 泥坑 泥坑 嗯 我最喜欢泥坑了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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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 哇 乔治最喜欢泥坑了 太好了 这真的是最好的彩虹宝藏了